照片上穿著襯衫的陳姓男子 手上拿著提款收據拍照存證 就是為了博取被害女子信任 網友爆料在台北車站地下街出入口 陳姓男子對被害女子說皮包被偷 妻子在花蓮懷孕待產 急需借錢趕回家 可憐兮兮的樣子 讓被害女子到提款機前 零9萬元給男子 直到嫌犯在晚上11點還沒還錢 女子才驚覺被騙 家人報警後才知道21歲陳姓男子 是通緝犯身上背著6條罪嫌 其中兩件還是妨害性自主 幸好女子家人接警報案 才將證明通緝犯逮捕歸案 記者余盛行台北報導